誰說我傻傻傻 請你吃燒鵝 我們兩個又來了 我們學老人家2時半後 去吃東西的地方 沒錯 今天帶大家去吃燒鵝 好 看到這張東西都開心 特加時段 最開心的是什麼呢? 2時至3時45元 星期一至四日, 星期日 每天都是 你看到所有點心都想吃下去 要不要叉燒腸? 必吃 必吃 最重要的, 我們現在要找 這道燒鵝奶粉 燒鵝奶粉 燒鵝奶粉隨便給你 你很幸運 所以看你很幸運 有時是胸, 有時是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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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那兩個燒鵝奶粉來了 我們才決定再點燒鵝 如果它給了胸 我們就不用點了 如果它給了背部 我們就點了 最幸運就是胸 我們先把醬油淋上去 先把醬油淋上去 我不喜歡自己點一下 不錯 馬上來試試這個春卷 我去喝茶必吃的 蝦餃, 叉燒鵝奶粉 不吃就不安心 春卷也是其中我一種 而且我喜歡吃戶鵝奶粉 很大粒蝦 很便宜 一大粒蝦 來到有兩碗 這碗東西 阿東呀 阿東, 你實實在在這樣說 36.8 是否這麼大碗 真的這麼大碗 人家來也是這麼大碗 人家來也是這麼大碗 為甚麼呢 很多人說 阿蘇, 你來才這麼大碗 人家又不是這麼大碗 我告訴大家 你是沒有次序 輪到誰就是誰這樣出 所以我們有個比 是否這樣 是否這樣 是 你認住阿東 算帳的是他 對, 我現在年紀大 反而… 不吃得那麼多 喜歡吃背部 這麼奇怪 我一於吃到這個燒鵝奶粉 我最喜歡 Coco 你看我今天多幸運 36.8, 有比四 真是大大隻 大隻 很厲害 很棒 最好吃的就是這裡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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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最好的就是 真的看著那些鵝 在你十尺以外 即叫即燒, 真是多開心 不記得我們有一次來, Coco 我們吃了兩隻鵝 我記得 吃了兩隻鵝 我一個人吃了半隻 我想如果我起床什麼都不吃 可以吃一隻 老闆 老闆 是 你這樣 你的舖越做越少 因為你這麼闊 我幾大 我是從你這間鵝 撐你開始 我看你收拾一下 撐一下 不行, 我幾大 叫人們快點來, 再撐你 你那些鵝怎麼樣 這些鵝這麼漂亮 周圍的鵝是用冰鮮鵝 前面用新鮮 三點鐘是橋頭湯 六點鐘是上水 八點才到舖頭 所以那些鵝是釣到風格 釣到風格 所以那些鵝不會進雪櫃 浸冰水 所以那些鵝會很漂亮 所以那條新鵝不會發電 你知不知道我朋友Coco 說現在很難有這些燒冰卷 燒冰卷 燒冰卷吃 沒什麼人做的, 師傅 你們懷孕 所有師傅全部很有經驗 師傅全部自己做 不是膠 不是膠, 膠做不到你的效果 膠是自己的鵝 沒有新鮮做, 新鮮的豬肉 撕開給它, 大家看看 燒冰卷很漂亮… 草蘭魚, 夠醬汁才好吃 我起碼十年沒吃過 真的嗎? 我沒吃過 所以我看到它有, 我馬上吃 你那個也很好吃 很好吃 它的麵包的皮真的做得很好 而且分別很適合 皮也不會太多, 但也不會太少 醬汁剛剛好 很漂亮 完美 Coco, 你猜一下吃了多少錢 兩條肉, 不過我真的很飽 我看它的價錢也要200多元 295元 其實我們叫了很多麵包 是 其實嚴格來說 吃它的36.8元 最一碗燒鵝奶 一定很飽 其實已經很飽 飽得要打烏 所以你說它這個36.8元 真是底部不得了 一碗你會飽 真正的, 我吃不完 你知道嗎? 一碗真的飽 而且它燒鵝真的很好吃 這個燒鵝真是很好吃 這個燒鵝很多塊 真是很開心 我現在正在去保齡球場 我正在去保齡球場 正在去南華會 說到南華會 我真的從小來到大 我中學畢業之後 每天都去打保齡球場 但其實我來南華會 是否再打保齡呢 當然是 我乃是來吃燒鵝 金糖燒鵝 今天我叫唐哥 去做一個第一刀 是呀 這個我們公司叫做金一刀叉燒 因為這塊豬肉是我們用西班牙的梅肉 因為它的豬肉本身是帶肥 第一塊豬肉的後果肥 特別是厚一點的 用來做銀行叉燒是最適合的 真的呀 這個表面怎麼可以這麼焦呢 但是這些又不是焦的 我們將這個叉燒 灌燒灌焗的 但你吃下去 雖然是這麼香 真的這麼香 它完全是不覺得你吃了一塊肥 有的 是的 還有你知不知道 唐哥我認識他幾十年了 那時候他在中環的容器的時候 他就在燒納桌上 我經常都說 哎唐哥 還有你知道我最喜歡吃什麼 就是你那些豆 我每次來到都要多點多點 因為我小小的時候 你知道唐哥是什麼 我們在學校的餐廳 最喜歡就是買來偷吃 你知道嗎 因為你放了一粒 嘩 吃到整個糖都來就吃完 唐哥的正是來 吃他的叉燒 不要說我們等一下要吃燒鵝 吃他的叉燒和糖豆 沒得談 其實我整天都來南華會 從小來到大 不過今天就約上Kenny 為什麼呢 Kenny住得很近 所以我一找吃燒鵝的腳 其中一隻就是Kenny 就是這樣 我看你瘦到這樣 你有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東西 我當然有 有 我來這裡就是專吃這個 我也是 這個呢 千萬不要告訴我的營養師 我吃這塊東西 哇因為真的 沒得談 嗯 他的燒鵝可以說是我吃了幾十年了 我們今天呢 選了鼻子和背 我覺得呢 正吃背又不行 正吃鼻子又不行 所以呢 兩樣 所以要兩個人 沒錯 正確就是 大家不要客氣 是 他這些呢 真的 直成那個皮是脆的 真的很好 還有你覺得他的賴筋呢 我剛才有一點讚 唐哥 他說你的賴粉 是全香港最好吃的賴粉 還有我有研究過 他的上湯很美 其實現在所有的餐廳 沒有路 沒有位置 也沒有人在那裡等 所以現在 你一小時候 我們去喝 經常叫一碗上湯米粉 都很棒 現在的酒樓 是可以竟然給那些 雲吞麵的鹼水 那些湯底 你做過上湯米粉 有沒有搞錯 你下湯米粉 還是上湯米粉 那我跟唐哥研究過 又跟金老闆談 因為他們有煲 和他們肯煲 他那個 就是用大家做鮑魚汁的方向 就是要煎 又要煎鵝 又要煎鵝 又要煎鮑魚 所以呢 簡單點說 這裏的上湯米粉 才是上湯 這裏才是上湯 這裏才是上湯 又很棒 清得來 又有一個味道 兩盒 很痛 因為很需要 叫他幫我 一匙鵝汁 我又不喜歡 總之 我喜歡 是什麼呢 其中一件 我呢 鵝鵝 我一定要 要浸一兩塊下去 我就這樣浸 浸了下去 那碗 讓它有少少的味道 所以呢 你不是說 你不是在這裏吃 我們兩條油這樣吃 你猜幾次賣掉 我現在叫各位親愛的觀眾 猜 是一點也不便宜 我告訴你 現在我們叫燒鵝加兩碗奶粉 和叫燒鵝奶粉是不同的 沒錯 整個意義都很不同 所以 要也不是亂叫的 燒鵝奶粉是很便宜的 兩碗奶粉加燒鵝皮和燒鵝背 便會貴到你牛膩 不要妨礙我們吃東西 拜拜 結算了 告訴你 大家都很貼 你不要以為我們吃完 你不要以為我們吃完了 雖然我們全部的奶粉 我只剩下一個準備選 原來你也是這樣的人 最後 我也是喜歡 最後最好吃的東西 最好吃的 對呀 最後選 我只剩下一些豆 待會慢慢 對呀 你不要鬥我的碟 不要鬥你的 這個就被我們清光了 這個清光了 對呀 神祖已經 那我呢 這張單是我的手 各位親愛的觀眾 看看你 會不會這樣做 你說到這樣 可能有些人 更貴一點 會不會 是很貴貴的 兩塊叉燒 兩個 一個鵝皮 一個鵝背 兩個奶粉 加上叉錢 290元 你想想 多貴死貴 所以我不是離開這裡 打電話叫你過來吃 我馬上滾下來 馬上滾下來 這個壞東西 好了 然後選這個 好了 那我又吃了些豆 一人一碟 我不鬥你的一碟 唐哥答應了 教我怎樣做這些豆 明天做了 傳給你吃 我試過一次 很糟糕 它甜的 你要等的 搞到整桌都是矮的 你吃都不行 我真的很不行 這個要重心 我真的不覺得 我真的不覺得 誰說我傻 傻傻 請你承銷我 我 我 公公說我傻仔 傻科 實在我扮傻 傻 傻